我们今天有一个案例的礼拜 我们非常非常开心 因为你知道这个世界上 有些大教会 有些小教会 对我们这种小教会而言 高兴的事情我们会特别的高兴 因为你知道小教会 长一点点我们都很开心 所以如果有来的朋友们 觉得说你们会不会太嗨 对我们就是这样 我们很高兴的 在我们案例的过程当中 我还是有分享 我们今天很高兴 因为在这么多年的学习跟操练以后 在神的带领之下 我们要让蔡洪昌弟兄 张亨达弟兄承担更重的担子 我们相信这是神给他们的托付 也必定让他们和众弟兄姐妹 得以经历神更大的恩典 在案例以前照例 教会指定我要给他们有一点勉励 这个勉励不仅是给他们 也是让我们所有的人一起学习 怎么样担任同工 如果你已经担任同工非常多年 像我这样 我现在都对别人说我是老同工 老同工当然一方面是我的头发已经这样了 对吗 但最主要是我做同工很多年了 你大概没有想到 我什么时候就开始做 有教会名分的同工 你们一定不敢相信 我13岁就在教会当同工了 那个时候是个很小的教会 所以青年团契需要有人出来服侍 就跟我说你来做教会同工好不好 我才刚刚信主 刚刚受洗一两年 他说没有关系 这是一个小团契 后来我就在青年团契当他们的同工 从13岁当到现在已经当了50年了 不小心被你们知道我的年龄 所以我是一个老同工 可是当我在想到我做同工的这件事情上面 其中经历的失败 挫折 软弱 跌倒 以及所演发出来的经验 让我知道这位神是非常非常的伟大 因此今天我借着这段的经文 跟你们一起分享的 不仅是给洪昌跟亨达 看完我们所有的与会的弟兄姐妹 都思想我们在地上 我们在地上的这个团体叫做教会 这个教会当然有地方性的 像我们这就是一个地方性的教会 那就是一个小的我们归在一起的教会 但无论你在哪一个教会 我们都是在所谓的教会里面 我们盼望有一点点学习 圣经中对于教会同工的设立 没有说一定要怎么样 没有 圣经也没有说哪一种制度才最符合真理 没有 我年轻的时候因为在一个教会长大 所以我一直以为那个教会的 那个设立同工的方式是最好的 后来我就发觉不是 不是 因为随着教会历史的演变 各时代有许多不同的形式和制度 有的教会它的制度很像原始教会 也有随着时代的推演 人对上帝的认识教会制度演变成另外一个模式的 现在在全世界大的宗派当中 长老会是一个很大的宗派 我讲的不是你们想的台湾 长老会而已 我讲的是全世界 它是个大宗派 他们才代议制 他们才代议制 所以在早期台湾长老会 为什么看起来反政府 其实不是 是因为他们整个 他们整个长老会的制度在全世界 他们就是用代议制 所以那个时候对于台湾治理的模式 他们有想法 进行会是才会众制的 各地的进行会都是一样 所以这就属于大宗派 就是很明显的他们的看法不太一样 即使在台湾历史不到两百年的基督教会 也有各式各样的治理模式 也有各式各样的治理模式 有上千人的教会 只取决于一个人或几个人的 上千人上万人 只取决于一个人或几个人的 还有十几万人的 几十万人的 只取决于一个人或几个人的 大有教会在 但你在台湾你也可以看到 只有几十个人的教会 永远无法同心的 这也怪 对不对 只有几十个人 当然 连有的制度是一样 制度是一样 但因主歧视的人不一样 结果也是两极的 也很多 所以如果你回到圣经里面来看 因为我们读圣经的时候 有的时候是我们read in 就是把我们的观念读进去 如果你信主很久很久以后 然后你参与很多服事以后 当你在比较客观看的时候 其实教会很多的圣经的经文解释出来 会跟你原始想法不太一样 其实这一段圣经所写的重点都在那个人 就是被案例的那个人 而不是教会的制度 所以人永远比制度重要 我想这句话应该大家都同意吧 所以西方世界那些民主国家 有这么多的民主国家 领袖就差很多 我们就不要讲别的吧 对不对 就讲美国最近的人两个任总统 看法完全不一样 是不是 他还在同一个国家 同一个制度里面 所以制度是辅助用的 最主要的还是人 尤其教会 因为这个缘故 这段经文我们整合起来 我有几个要讲的 第一个就是在教会中应该设立长老和执事 使他们治理教会 是的 教会需要有人治理 教会需要有人牧养 当我这样讲的时候 是指教会有人要负起责任 这段时间在跟洪昌亨达他们讲的时候 我最常讲的就是 你们做了长老跟执事之后 没有权利 只有义务 没有权利 我这样讲是因为我已经做了 教会的长老超过三十年 老实说我用过什么权利 永坑在这边 他是现在是临生难路的长老 负责长老 我想我们做了长老之后 从人的软弱来讲都后悔 从人的软弱上来讲都后悔 从来没有说 我真高兴做了长老 那个是刚刚开始的第一天 我从来没有恭喜过任何一个人做长老 跟做牧师 我不知道案例多少个牧师 案例过多少个长老 我从来没有一次跟那个长老说恭喜你 我到现在也没恭喜他们两个 我心里在想说 不知道死的人 所以你就不知道会发生什么事 但是这是神的恩典 教会一定要有人负起责任来 很多人说教会是神的不是人的 所以我们 你没搞清楚状况了 那教会不是人的是神的 这句话是对 可是讲这样话的人 通常是他不想让人家管 对吗 我怎么会不知道说 教会最好是 没有人管我 我也想教会没有人管 可是我们教会 我相信更多的教会比我们更严格 为什么 因为必须要有一个方向 这个教会才会走得比较稳定 其实大部分的弟兄姐妹 说教会是神的 讲这句话来说 他的心里面都是教会我最大 教会我最大 可是我相信等你做了同工之后 你就会知道 教会神最大 你不最大 即使你做了长老 你越做越小 你越做越小 无教会主义是这个世代一个危机 不需要向任何人负责 我很抱歉地告诉你 我们怎么可能不需要向人负责呢 连看得到的人 我们都不肯负责 你告诉我你会向看不见的神负责 老实说我不相信 短期间可以做得到 长时间很难 所以今天当我们案例两位长老的时候 我必须跟他们讲一些比较 圣经里面很清楚的教导 让他们不会 虽然我们经过查验 他们暂时看起来不会 可是刚才在进来之前 我还跟他们讲人会变 我讲了人会变不是他们会变 是我会变 我快要变了 因为年纪到了你知道吗 那 有两个我很敬佩的人 一个是吴永长老 他在六十五岁要退 教会不让他退 一直给他压到六十八 有一天吴长老生气了 就是你们要我负责到死吗 你知道一个老人家 你要叫他讲这个话 因为你们不是太认识他 这么属灵的人要讲这么强势的话 是很没道理的 他说你们为什么不肯负起责任来 我活着的时候 你们负起责任来还有机会 对不对 等我死了你们就负不起责任的时候 谁来帮助你们 讲的话有点重 后来在很多年之后 我就认识了一群人 都是牧师 印尼很大教会的牧师 跟他们在一起的时候 他们跟我说 他说我们印尼有一个叫做黄彼得牧师 如果我们这里年纪比较大 大家在教会服事比较久 都叫黄彼得牧师 黄彼得牧师到六十八岁的时候 他要退 他们的教派不让他退 一直拉来拉 就后来黄彼得笑笑跟他们说 我告诉你们 我现在是要退 你们应该很高兴 你不知道什么时候我就不退了 等我不退的时候 你们是没有人可以让我不退的 你们是没有人可以让我退的 听得懂吗 所以顺治长老退了 你们要想想我也要退了 你们到时候我退的时候 你不让我退 到时候我不退你也没办法 我讲这话一点都没开玩笑 因为教会历史都是充满了这种事情 上的去下不来的人都有 所以趁着这个时间我就是跟他们讲 初代教会应该设立监督长老 执事使他们治理教会 但有更多需要他们来学习的 第一 就是所设立的同工本身要有意愿 所设立的同工就是他们 今天本身要有意愿 我们来看两节的经文 我们一起来念好了好不好 不然你们都坐着 预备 请 人若想要得监督的职份 就是羡慕善功 这话是可信的 做执事的也是如此 这个大概是被设立的同工 本身最重要的事情 就是他本身要有意愿 有的人对于第一节 那个翻译不太能够理解 我把他讲得清楚一点 有人以为说 要做教会的监督是他想要那一个 其实他的意思不是这个 他说 如果有一个人把心上的执事 把执事上的执事 他的意思是说 如果有一个人当一个长老执事的时候 他会全心全意 他愿意全心全意 注意听 愿意全心全意 这个是很大的要求 这是很难的事情 第八节说 做执事的也是如此 也就是说 当他要做这个职份的时候 他是想服事人 他是想付出自己 这个很重要 执事长老不是左官 你没办法指挥别人 我告诉你 教会是全世界最难管的组织 我是学这个的 所以我告诉你 教会是全世界最难管的组织 最好管的组织是公司 因为老板出钱 你听得懂吗 不然你可以走人 特别是独资 他犯了你就犯了你了 所以政府要很多的东西 来保障这些员工 再来就是政府 政府也很厉害 因为政府有军队 对不对 他要你怎么样 你能不怎么样 如果他要那个的话 所以美国的宪法保障 人民可以拥有枪支 你知道拥有枪支的目的是什么吗 抵抗政府 你没以为我在开玩笑啊 你知道美国人拿枪支 最主要是抵抗政府 所以当时COVID-19开始的时候 我儿子在美国 他就说他要去买枪了 我说你干什么 他说这个世界会乱起来 他说我们这里会乱起来 因为大家都有枪 但是他误会了 枪不是拿来保护自己的 枪不是拿来对抗强盗的 不是美国人拿枪 是为了抵抗政府的 因为政府有非常强大的力量 他可以做他要做的事情 第三个就是 我告诉你 最难管的叫做教会 我们现在来把教会的组织 跟你们讲一下 假如我们是一个教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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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我是教会的长老 然后亨达跟洪昌市教会的 传道人他们领薪水了 对不对 那我们都是会友 对不对 你知道我们钱哪里来 大家奉献吗 对不对 然后如果我们教会没有带好 你会怎么样 起来推翻我们吗 那何必那么辛苦呢 怎么样 走掉就好了 两只脚走掉就好了 走掉顺便把奉献带走 结束了吗 剩下我们三个人 要干什么 不是 然后他们两个还领薪水 你知道吗 那我一个人发他们两个薪水吗 我也走了 所以教会是个最难管的地方 大家不要以为教会是个很好管理的地方 这就是所以为什么很多教会都是用制度 规条最有名的 我们这里有网路 不然的话我要跟你们讲一些教会的历史给你们听 有些教会当然主要是异端 他们可以看你的薪水条 你知道吗 然后直接通知你 你要奉献多少钱 直接通知你 你要奉献多少钱 薪水条 我讲的都是现在 一讲出来你们都知道的教派 在台湾都有好几个 所以教会是一个很特别的地方 我们今天在这里很开心 是因为我们想在一起 不想在一起就四个字嘛 坐鸟受散不就结束了吗 这就是为什么一个大教会可以一夜之间崩垮 因为大家都走掉了 因此这些带领的人 我现在就在讲说 脚在我们教会就是长老们 你本身要有意愿 你本身要有意愿 你要自己想说我要不要做这个事情 长老执事不是做官 你指挥不了任何人 长老执事是一个为主摆下的人 不讲权利只问义务 我做长老三十年 我想我记得住 我记住说 我记得说 开会当中 我说我是长老 我要做决定的 一次都没有 我做三十年了 一次都没有 然后我要提醒别人说 我是长老 这个我想很少 很少 绝对不会超过五次说我是长老 不是当你说我是长老的时候 你听得懂吗 就是你已经岌岌可危 你才要说你是长老 谁不知道你是长老 还要提醒吗 对不对 假如有一天小鹰说我是总统 你就知道快要崩盘了 真的啊 真的啊 你不需要提醒你是谁 当你提醒你是谁 就表示你这个位置不保 在教会的长老就是这样 教会长老又不领薪水 奉献更多 我们以前是不会查 我们不查人家的薪水的 我们教会 我在林圣南流做长老做了几十年 我们教会有很严格的规定 到这 在那个时候 我一年可以看一次弟兄姐妹的奉献 我一年可以看一次弟兄姐妹的奉献 那个是第二年的三月四月 我们的财务会把一叠资料放在我桌上 那个大的爆表 一页一样 一页一页这样子的 我这样子从头看 我就先祷告完 我从头看到尾 看一遍 因为他是每一个月的嘛 比如说陈永坤 一月什么奉献多少钱 二月什么奉献 所以他可能有人就半夜或这样 我就这样子翻 而且我看以前先祷告完了 我就翻一遍 翻一遍我就放到那边 我就祷告 祷告完了就把它还给财务 我一年看一遍 因为我不要知道这个事情 因为我知道这个事情 我会很难过 可是当时在临圣南路的时候 我们有规定 长老 执事都要奉献十分之一 为什么 我告诉你 钱在哪里 心在哪里 这个是圣经说的吧 不是我说的吧 很稀奇的事情 是我十几年看 临圣南路的那个爆表 我发现一个很奇怪的事情 我们教会奉献最多的人 要么就是教会的同工 主要同工 要么就是在教会里面不讲话的人 可是奇怪的事情倒过来 那个不奉献的人 有的人讲很多话 而我知道他其实他的薪水不少 我不是要知道他的薪水 所以我告诉你 教会是个很特别的地方 当我们跟洪昌 亨达说要来做教会同工的时候 我有跟他们讲 你们会有机会 我们还没有规定 我到这个教会来 没有看过一次弟兄姐妹的奉献 因为我执意不看 免得我灵命低落 我自己所参与设立的教会 有这么严重的问题 这么多人不奉献 在教会里面喊得那么大声 然后奉献钱的人都不讲话 本来这个就是好事 后面那句话 可是再过来教会要往前走的路上的时候 不奉献有很多的原因 有的人其实他就是没有收入 尤其这两年 他完全没有收入 其实这个也是教会需要关注的事情 所以我有跟他们讲说 如果你们太在意别人赚很多钱 不要做长老 你会很痛苦 我们如果不是把眼目定进在神身上 这个不是妄媒止渴 这是真的从神那边来的一种 那种笃定 你很难 你很难做教会的同工 你知道吗 因为这个缘故 在教会里面 如果你要做教会的同工 现在是指你们两位了 你要有意愿 你知道我们这一次就是请他们祷告两个月 我们请他们祷告两个月 在那两个月当中 我们邀请他们的时候 他们吓一跳说 教会需要再设立长老吗 不是有三位吗 那因为顺制马上就退了 那我也马上要退 如果照年龄的话 那就是像光州 你们都知道光州是菜鸟 对不对 他来这边才案例的 所以才不过是三年左右 四年 差不多四年的长老 你知道一般长老做了七年 才知道他在干什么 所以他现在还不知道他在干什么 所以我们这次案例一个长老姓蔡 因为他在退休以前 都不满七年 所以他只能叫蔡长老 这样 大概六十五岁就要退休了 所以他一辈子只能做菜长老 做长老不是一个很容易的事情 其实最困难的是内心的那种矛盾跟挣扎 恨不得不要做 我讲这个话是 不是要吓你们 而是让你们知道承担这个责任 不是一个很简单的事情 保罗在离开一部所说 我会跟他们说 从今天以后 你们当中有人死罪不在我 我们感觉保罗当中洗手洗得很干净 一个教会幕会的三年 走的时候说 从今以后你们当中有人死罪不在我 那我问你这个是什么意思 就是说过去三年来 你们当中有人死罪不在我 所以才会说现在要走的时候 你们当中有人死罪不在我 所以2012年的6月30 我跟李静渊长老在一起 因为7月1号就换他了 我就跟他讲 我说李静渊从今以后 临身难路再有人死罪不在我 在你 他当场就哭出来了 五十几岁的人 当场哭出来 他吓到了 我说这么多年都是这样 这么多年都是这样 所以带领教会这件事情 他其实是一个义务 他是一个向神表明我愿意 所以我们给他们两天 他们考虑很久 他们考虑很久 后来到最后一天 我还想提早知道 我就跟亨达说 可不可以早点告诉我 我就跟洪昌说早点告诉我 他们说还有两天 在那里挣扎垂死的挣扎 到底要不要接受 因为接受之后 你就有责任了 不接受就没有关系 因为这个缘故 意愿很重要 其实我们都知道 如果你有愿意的心 就不难 对不对 但是如果你没有愿意的心 怎么都难 同意吗 在办公室也是这样 如果你是为了钱做的话 你真的每天骂老板 骂得要死 对不对 你何必呢 为了那个钱 你得癌症不必的 可是如果你有意愿的时候 再怎么苦都没有问题 第二 所设立的同工要具备一些条件 来 第一个条件是 善于管理自己的家 这真是特别的 太奇妙了 太奇妙了 我们念两个经文 两三个经文 我们一起来念 请 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 好好管理自己的家 使儿女凡事端庄顺服 人若不照管理自己的家 焉能照管神的教会呢 只是只要做一个妇人的丈夫 好好管理儿女和自己的家 我自己很年轻就是在读圣经 我读这几个经文的时候 我不是很懂 我觉得他讲出来的东西都怪怪的 为什么做一个同工需要这些东西 但是我现在已经到了快要退休的年龄的时候 我突然发觉圣经真的是成 一定是神写的 一定是圣灵感动人写出来的 一定是神来的 绝对不是人归纳出来的 不可能 不可能 他在这边讲说 担任执事长老的第一个最重要的条件是 善于管理自己的家 在这十几节经文当中 善于管理自己的家有三四节的经文 而且他拿到 拿管理的家 来跟管理教会相提并论 第五节 人如果不知道管理自己的家 因能造管神的教会呢 我们就看见这一点是何等的重要 这当中当然有个道德性的要求 就是只做一个妇人的丈夫 这个当然很清楚的解释 不是说太太死了或先生死了不可以再婚 没有这个意思 他是说你要忠心忠实忠于一个配偶 忠于妻子忠于家庭 比忠于上帝还要简单 如果你连忠于配偶忠于家庭都做不到 你很难忠于上帝 所以怎么考核一个人 就是你有没有忠于你的配偶 你有没有忠于你的家庭 很特别 其实家里的人要有很好的关系 为什么你知道吗 因为教会也是家 教会是神的家 所以教会里面的人要有好的关系 很特别的地方 家是讲爱的地方 不是讲理的地方 或者把它倒过来讲 家是不讲理的地方 是讲爱的地方 同意吗 我告诉你 你想在家里讲理寸不难行 我没有说家里的人不讲道理 我是说光理是不通的 一定有爱 只有爱能解决问题 你不能跟两岁的孩子讲道理 对不对 要讲他能明白的道理 那就是爱 夫妻也是这样 如果丈夫的属灵程度很好 妻子属灵程度很差 你不能把神对于你 要求的那个理放在他的身上 因为你放不上去的结果 结果就吵起来了 可是当你降低了神对你的要求 去陪伴你的妻子的时候 这个时候不讲理 但是讲了爱了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 在教会决定事情的时候 很多时候考虑很多 对这个人这样 对那个人这样 为什么这样 因为每一个人的年龄是不一样的 我讲的是属灵的年龄 可是当你这样的时候又很麻烦 因为那个属灵年龄比较大的人 有时候问你说说 那为什么红仓就可以这样 我礼剑却要这样 你光周给我讲清楚 那光周讲不清楚 因为他说 因为你灵命比较好 红仓灵命比较不好 你又得罪两个人了 我讲这个话都是真正的事情 我讲这个都 你们都以为我在讲个理论不是 有一次我在临盛南路做执行长老 很多年了 有一天办一个很大的活动 后来有两个同工 有一个同工做得非常好 有一个同工做得非常不好 但他们两个是同工 就在一起 在一个大的一个专案里面 或者大陆化说 在一个大的项目里面 他们两个就在一起同工 完了这个年 就是那个比较成熟的那一个 比较做得好那个 就坐在我前面 就跟我说 李长老这一次跟他同工 我很失望 因为这个人怎么样 你等一下要责备他 他讲的对不对 那对 他讲的是对的 我觉得他讲的非常有道理 可是我不可能去责备那个人的 因为以他的年龄 属灵的年龄 以他的表现 以他的恩赐 以他才看 这样就已经很尽力了 后来我就跟他说 你讲的都对 我说可是我这一次不会责备他 我说他看到你 他下次会改进 他就说你一定要去责备他 那我就跟他讲 我说这样 我说因为你在属灵上是18岁 他在属灵上12岁 我觉得他表现的还可以 我说你可不可以 这一次就放过这件事情 他当着我的面说不可以 他讲的有没有道理呢 有道理 有道理 但是没有爱 所以爱跟理 这个事情是很难处理的 你在家里当爸爸妈妈 如果你有三四个孩子 你就会了解这件事情 对不对 如果你在一个家庭里面 你有很多的兄弟姐妹 你就知道这个事情 所以教会不是那么简单的 所以一个人如果自己的家管理不好 我告诉你 因为管理教会很难 就几个人你都搞不定 你怎么管这个教会的事呢 因此在夫妻之间 在亲子之间 那个是最真实的学习 一个人在自己的家里如何 短期我们在外面是看不出来的 但长期一定看得出来 所以我年轻的时候 听老一辈的人讲这个话 我也不太相信 我现在老了又相信了 所以怪不得人家说 不听老人眼 自亏我觉得不是在眼前 那是在眼后 后来就会发现是真的 很多人跟我这样讲 我们长一辈子就说 你看他的孩子 就知道这个爸妈妈在家里是什么 我就心里想说 你怎么可以把那个孩子 都怪在爸妈身上呢 还有学校的老师 还有什么 还有什么 后来有一天 那个时候我们教会开始 也是很多年前的 开始那个做儿童工作了 就是做很仔细的儿童工作 就找林行健 那个时候是个弟兄老师过来 我就跟他谈 他说李长老 他说要我做教会的 这个青少年的工作 我这个条件 你要先答应我 我才做 我就心里想说 要请你做同工吗 你还跟我谈条件呢 他坐在那边 他就跟我说 他说李哥我问你一个问题 他说我们教会的儿童主学 这些孩子们的属灵教育是教会的责任 还是父母的责任 他问我 当然是教会的责任 不然我怎么叫属灵教育 对不对 他说如果要我当教会的儿童的负责任的话 我要跟你谈一件事情 就是儿童的属灵的教育是他父母的责任 我们教会做辅助的责任 我说这跟我教会官很大差距 他说对 就是因为教会官 就是因为一般的教会官有问题 那次被他讲完之后 我完全同意他的讲法 他说我请问你李长老 我们儿童主持学一个礼拜 在168小时 168小时知道什么意思吗 七天乘以24小时 168个小时 我们教会只能负责两个小时 166个小时 你要我们老师怎么样打得过他的父母 他的父母如果在家里又说谎 又发脾气又怎么样 你以为我们这些儿童主持有老师 在那边笑咪咪的两个小时 就会影响到他的166个小时吗 我想也有道理 他说而且我们这些老师们 有可能是假的 因为他回到他家也那样 你听得懂吗 他就跟我说 你要给我有机会 announce这个东西 我们教会儿童主持学 负责这两个小时 把你的孩子尽量带好 其他166小时你要负责 我就说你要给我祷告一段时间 这观念对我冲击太大 但是后来我发觉真的是这样 我们当然不能说 儿女一定是父母百分之百的责任 但是我现在要很公允的说 至少超过一半的责任在你身上 一定很客气了 我没有说百分之九十 你说那他交到坏朋友怎么办 怎么回答 你怎么会让他交到坏朋友呢 你说那我有什么办法呢 那你的儿女更没有办法了 因此管理自己的家 不会的人很难管理教会 特别我们都丈夫的 怎么样对待自己的妻子 是要好好地学习 好好地学习 因为不知道怎么对待妻子 怎么知道基督怎么对待教会呢 你如果不知道基督怎么对待教会 我们怎么代表 基督在教会里面治理教会呢 所以不会好好爱妻子的 很难在教会里面做好的长老 或牧师 其实是一样的东西 但是因为我们教会叫长老 所以我就在这边跟你们讲出来 因此我们选童工 我们特别注意家庭关系 这是因为教会的圣经里面这样写 不是我们教会的 我认识我们教会一个 一对夫妻 不是我们这里的 这里的我都不敢讲 因为我怕得罪你们 我基于爱不要得罪你 我以前的教会里面有一对夫妻 那个太太移植气死她的丈夫 她丈夫在她面前就是低的头 有的是明的修理她丈夫 有的是按着掐住她的丈夫 后来我就跟她太太说 因为对她有点影响力 我说你不能对你丈夫这样 你这样不对 然后就跟她讲 没有用 到她来教会的时候 她从来就没有要顺服教会的意思 她从来就没有要顺服教会长老 教会牧师 教会执事的意思 大家意见跟她相同说 她就说我好顺服教会 当大家看法跟她不一样的时候 她就不顺服教会了 所以到底是怎么样才叫做顺服呢 是按百分比吗 还是到底是按什么 第二 要开放家庭 全家服侍 这是做长老跟做执事的很重要的事情 为什么这样 我们来看这两个经文好不好 第二 我们来念 请 乐意接待远人 女执事也是如此 必须端庄 不说残言 有节制 凡事忠心 女执事是执事的妻 执事的妻子 在一个家庭的单位里面 服侍神是不可能分割的 如果先生好好服侍 太太不投入 或太太服侍主 先生不闻不问 那个服侍不能长久 而且服侍的结果 就夫妻两个就一定会吵架 这样听得懂吗 所以我们在挑同工的时候 我们总是挑两个都愿意服侍的再来 一个愿意服侍 一个不愿意服侍 你让他服侍的结果就是害了这个家庭 我们很有经验 我们很有经验 我们看到一个人可以不做主力 但是他不可以不支持 不配合 不理会配偶的服侍 所以他这些说 乐意接待远人 是指当时接待远人 就是把家里打开来 让他们住进来嘛 那只是一个当时的背景 今天就是说要不要同心 其实很多时候夫妻会 没办法服侍下去 就是有一个人不愿意 有时候我们会选同工 会选没有选好 这个不能怪他 因为是我们没有看出来 我们以为这个先生这么爱服侍 他一定也愿意 那是你想的 等你进来之后 你就会发觉这个东西做不下去 第三 为了避免骄傲 要有一段长的观察期 并且受试验 因为这个是个义工 他坐上来之后 他坐不坐 你没办法 我到过一个 一百年的教会服侍 一百年历史的教会服侍 而且到现在还不错 一百年 那你就知道不是在台湾 因为台湾就长老会这样 那这我没有在长老会服侍过很少 我在国外 他们有十二个男长老 十二个女长老 那个执事的队伍非常的整齐 非常的整齐 然后呢 整个教会看起来很好 但事实上不是这样 为什么 因为他们里面有很多人做同工 做执事做什么 做到后来都变成一个位子 而且产生了骄傲 因此在选他的时候 就要有观察期 我们来读一杯 请 读教的不可做监督 恐怕他自高自大 就若在魔鬼所受的刑法里 这等人也要先受试验 若没有可责之处 然后叫他们做执事 我最近有一个团契 要请我去讲魔鬼的事情 魔鬼的事情 其实圣经里面的魔鬼 跟我们现在一般 我们在台湾的人心中的魔鬼是长得不一样 而且很大的不一样 因为台湾的人心中的魔鬼都是佛教跟道教的魔鬼 不是基督教的魔鬼 基督教的魔鬼很少用道教跟佛教的魔鬼在做事的 是不一样的 这个魔鬼是很厉害的 我们在讲圣经的魔鬼 因为魔鬼的起源是骄傲 魔鬼为什么被刑罚 也是因为他骄傲 他要跟神一样 所以骄傲的确是人心里面 本性里面最深最改不掉的罪 无论一个人 他是多么的属灵 在这一方面永远不能解决 就是骄傲 甚至越属灵的人越骄傲 同意吗 你们猜我里面有没有骄傲 你还给我点头你 你点头是对的 怎么会没有骄傲呢 人怎么可能没有骄傲呢 我以前头发多的时候骄傲 现在头发的时候我也骄傲 我是光讲头发 你还不要讲头发还是可以剪掉的 那个剪不掉的在里面有多少骄傲 在长老跟知识的选择上 这个也是很大的重点 他从来没有讲需要几年才可以按例做长老知识 不是 但是你要知道长老 执事有很多的试探 我讲的试探你都不要把它想成很简单的 什么女色 钱财 这些都是很简单的 很简单就是很表面就抓到的 里面有更多更多 你是找不到的 因此做长老跟执事 但是特别是他有恩赐 就轻轻松松就容易骄傲了 因此要受过试验 这些人 洪昌慧荣信主三十年以上 我想神对他们的磨练算是不少 在工作上 我相信洪昌也有下错决定的时候 应该要这样他那样的次数很多 家庭里面也有很多的难处 身体上的状况也很多 性格上有很多的磨练 这些都是对他做长老有很大的帮助 因为如果你是一直成功的人 你实在不太适合做长老或执事 你最好有很多的失败 因为只有失败 才可以带给我们反省的机会 很少人在成功当中会反省的 对吗 如果你听不懂我这句话 大概你都一直在成功当中 如果你是服事我们会鼓励你 但是如果你要担任长老执事 我们通常都是劝主 不要 但是我们的教会也不得不 所以我们就邀请了他们 我们一点都不敢用力推他 我们拼命祷告 要让他们自己愿意 因为劝了他以后 就把他推到一个 比较危险的地步 就是他可能会骄傲 做失败会灰心 做成功会骄傲 何必做 这就是很功利的想法 可是因为教会需要我们仰望主 再来就是真理上要有见识 这个我就不多说了 真理上要有见识 最后就是要有正确的心态 跟美好的行为见证 正确的心态 我们会陪他们一起 我们每个礼拜会一起祷告 我们会一起追求 另外就是要有美好的行为见证 我相信趁着这个机会 跟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讲 也是特别跟他们两位讲 因为从现在开始 他们就会听到很多的东西 是以前没有听到的 担任执事很重要的一个条件就是 他说 这个讲出来之后呢 都是很生活的东西 可是这里面都有很深的原理 因为喝酒会让我们超过会放荡 因为我们口舌管不住 你就会讲很多不该讲的话 什么叫一口两舌呢 就是我对你这样说 我对他那样说 就是一口两舌 我们需要有很多的时间跟别人沟通 做了长老执事以后 但是我们会听到很多的事情 不到处乱讲话 我很感谢主我在这个教会里面 很少听到别人讲别人的闲话 在这个教会里面 我知道很少 因为我也听到蛮多 也有很多都是我们很熟的人 但是教会越大 这个谣言 或者不需要传的话会越多 我希望我们教会 是一个很健康的教会 继续一直这样下去 好 最后就是 善于服事的同工 他们的生活信仰 均会有长进 美好的生活和信仰 让你们被选上做同工 但你好好的服事的时候 你的生活和信心也会大大的长进 所以在今天这个案例的礼拜里面 我花了一点时间 虽然主要是给他们 也是给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 因为我在说 我们教会会直堂 这个将来到一个地步 我们就把一半的人或三分之一的人分出去 大家都要学习做同工 早一点预备 会早一点点预备 好 好 我们下面就要来 案例 我被案例长老32年 每次想到都很后悔 但是很快就又很感恩 那这个是一个很很大的恩典 所以今天呢 我要请蔡洪昌跟亨达他们讲几句话 这是他们很年轻的心智 他们要把自己再更多的跟大家分享 我们当中有很多人服侍很多很多年的都知道 这就是个过程 会很辛苦 但是很值得 把时间交给洪汤 这个我上来之前就跟佳荣讲好要怎么排 但是慧荣的站的地方就跟我们排的不一样 我谢谢刚才李哥给我们的勉励 那从他的分享我也比较知道 为什么会突然的邀请我当长老 因为要赶快让光州脱离菜鸟长老的阶段 那去年底李哥代表几位长老提出请我和慧荣 来承接教会的长老这样的一个职份来祷告 那希望我们有两个月的时间 就如同刚才李哥所讲的 那来寻求回复 那因为事情真的是有点突然 所以我当下的心里是no 那主要两个原因 因为我想2018年出来职堂 就是和弟兄姐妹一起服侍 我不觉得需要多一个职份 那第二个呢 会觉得接长老这个职务 真的是责任加重 所以会觉得有一点心有余儿力不足 但无论如何我们是答应祷告 那不希望我是用自己的想法来决定事情 那我们开始祷告 在一月的时候 因为我们都在对淮香嘛 所以跟一位弟兄在对到淮香第三课 那我们中间很多淮香的工人就知道 就是讲到摩西 他跟神的一个之间的一个角力 他从不断的拒绝到神 顺服神愿意带百姓出埃及 这样子的一个神迹 那上课要上了两个小时 上完之后 我就突然有一个很强烈的感动 就是好像是神在跟我上课上了两个小时 那我看到自己的胆怯 还有自以为是 还有神百般的忍耐 那到了二月 那也是一个感动 我就突然想要找 那个施比寿更为有福 在圣经当中出处 我不知道我们当中有没有人知道 使徒行传 因为光周长老讲过 那当然是耶稣讲的话 但是我就突然想说 诶 他的出处在哪里 结果看到了是在 使徒行传的二十章第三十五节 那除了这一段话之外 使徒行传二十章三十五节讲到 我凡事给你们做榜样 叫你们知道 应当这样劳苦 扶住软弱的人 又当纪念主耶稣的话说 施比寿更为有福 这是三十五节 但是在三十五节 从前面 是从二十八节开始 保罗就对以福所的教会 在讲提醒这些牧者 提醒教会会发生的事情 那看完保罗的字述 我非常的感动 我就发觉或者是感动到 好像上帝跟我说 有榜样你就照着做吧 所以我就发觉 除了圣经中的保罗 教会的几位长老 还有许多属灵的前辈 对我来讲都是美好的榜样 那主要就是这两段话 其实已经让我的心里折服了 但是我自己是有点赖皮 所以我就 我就在跟家人讲到这件事情的时候 我就想说跟神要一个印证 我说好啦 反正教会给我们是到二月底 这样的一个时间 这段时间如果有人跟我说 你要当长老的话 那我就觉得是一个印证 那这件事情讲完以后 我也没有太在意 但是很奇妙的 就是在二月 我们跟这个上海回来的大光牧师夫妇 他们一起吃饭 大家哇这个吃饭 聊天喝酒很开心 因为蛮长的一阵子没有见到 那吃完了以后呢 就站起来大家要离开的时候 突然大光就讲了一句说 欸你该当长老了吧 哇 我听了以后说实在的 糟糕又吓掉泪了 我的鸡皮疙瘩就起来了 那我不知道大光有没有注意到我认了一下 那可是我也没有跟他们讲说 发生什么事情 那我觉得神真是很看过我的小信 连这一点点的这种 我也不敢说是很认真的求一个印证这样子的一个心态 那会有很久不见从上海回来的这个大光讲出来 那我想2018年因着光州长老的邀请 我们参与了这个ANS的职堂 和弟兄姐妹一同建造教会 其实我当初是被光州的就是我们讲到的使命 迎向贫穷的世界所吸引 只是没有料到在这四年当中 经历最多的是呈现呈现真实的自己 那其实这几年我想弟兄姐妹知道 我们家中接二连三也出了一些事情 那同工之间也还是有磨合 所以在在的考验自己跟神跟人 我们的关系是否正实 那但是前阵子教会邀请宋玄的立别牧师 来到我们当中跟同工有一些分享 那他在祷告当中有一个感动 他说了一句话那天我也是掉泪 他说他感受到我们的教会 是一个内理诚实的教会 那我想这个提醒 让我就豁然开朗地明白 神在意的不是教会的人多人少 或者我们做多做少 而是我们的心有没有与他对齐 我们以为我们是在建造教会 其实却是教会在建造我们每一个人 那很感谢主让我们 这几年在ANS学习也成长 我觉得我们有很贴心的 这些弟兄姐妹家人 那教会宣布要按理我们做长老的时候 这个有姐妹就很贴心的 就帮我改姓了 改姓姓姓 那这个跟刚才李哥有讲了 叫我新长老 这个可能是因为如果 蔡长老师一开始还是蛮奇怪的 那我想这个久了就会习惯了 那儿子佳蓉在一开始 他有参与我们的教会 这个敬拜的服侍 但是2019年开始寻求 他也确定他就会在士林良堂 来全职服侍 那目前他是一边服侍 就一边念神学院 那他开玩笑的说 神是要赶着他在BA 被案例传到之前 先案例我做长老 然後呢他也很高兴的说 他终于是PK了 PK就是PK就是Pass the Kid 我很感谢神给佳蓉这样的乐观 因为很多人讲到他是PK的时候 其实都有一点淡淡的哀伤了 那所以我们现在是父子登山各自努力 不是不是是一起努力 那感谢主 我觉得神很大的恩典 他这个怎么讲 在不是我们很刻意的安排 但是我很亲爱的上海的家人 祥康夫妇 祥康淑贞 还有大公牧师 郑华 他们能够来参加我们的案例 真的不是 因为其实疫情期间 我并没有说特别想要邀谁 但是他们竟然都来了 我觉得 其实二十年前我们在上海 其实在信仰当中我是一个低谷 可是就意外地碰到他们两个家庭 我想就在那个时候 神已经提醒我们 就是 其实教会最重要的是 弟兄姐妹彼此相爱跟肢体的生活 所以我们跟这两个家庭有很美好的一段时间 那我们都在职场那个时候 可是二十年来 他们在上海建立教会 照顾弟兄姐妹 就是也成为长老 还有牧师 建立教会 那他们在上海陪伴我们 成为我们家庭很大的陪伴 让我们在肢体的关系当中 慢慢也恢复跟神的关系 那今天永坤跟林安可以来 永坤长老可以来给我们祝福 我们也觉得是非常大的恩典 他们是我们在临盛南路礼拜堂的牧者 特别是在2018年 我父母很意外地相继过世的时候 永坤成为我们家很大的帮助 那我大哥坐在后面 好不好 大家给他一个掌声 我很感动我大哥能来 我很感动我大哥能来 因为我大哥不是基督徒 但是他一直很支持尊重我的信仰 那我也相信 耶稣一定会进入到他的心里 阿们 那今天有很多人都是我觉得 真的是很感谢主 就是可能就是讲一句话说 这个请你们来 我也没有很很说一直催促 但是我看到很多很棒的这个弟兄姐妹 来到我们当中 这个林安的全新小组 这个大概来了二分之一 还有金败团的玉柜 还有这个车友 这个叶森 也是林安的很棒的一个弟兄 还有 最近开档上这个岳父岳母的这个军平跟宜贞 他们也是我们在全副位认识 然后一起长大 最后呢把我们的前干事 肯心就纳为女婿 所以我觉得生命当中有很多的巧合 那我觉得 谢谢李哥今天给我们的勉励 那我们也愿意跟弟兄们一同奔跑 那我太太慧容 她有一些话要说 好 谢谢各位 每一个爱我跟洪昌的牧者 还有弟兄姐妹 因为她刚刚已经一一的 就是有稍微点名一下 那其实大家在这个疫情跟 病毒共存的时期 来参加我们的 这么重要的五一劳动节 按理的聚会 然后一起来见证神的荣耀 那我先要祝福大家 让大家真的是 每一位的身心灵都刚强壮胆 平安度过这次的风暴 这样 那我很感谢天父 邀请我们 就是在20 就是光州要 2018年的时候 邀请我们出来建立 教会的行列 那在那个时候我也是很乖 就是她说她清楚了 出来就出来 所以我也不能说二话 就跟着 跟着 跟着洪昌一起 然后 其实大家也非常的清楚 在这段时间 除了 洪昌的家人有一些的变故之外 那我自己呢 在我生命当中应该是 有生以来 遇见最大的考验跟挑战 那其实那个考验跟挑战就是 其实考验的是 我今天回想起来就是说 其实是在考验 我跟神的关系 我跟洪昌的关系 我跟我儿子的关系 我跟我女儿的关系 还有我跟我的家人的关系 然后我跟教会同共的关系 那其实最大考验就是 考验我这个人就是 我真的相信有神吗 对 那 还有就是 我真的如同我自己的祷告一样吗 我是一个 以任世神为我一生的至保 这件事情是我一生的目标吗 那 我非常的感谢 教会的核心同工 在我身体转软弱的时候 然后让我可以真实的经历到 就是 他们用祷告 用爱的行动 还有 话语的鼓励 陪伴著我 然后走过 那段治疗的信仰考验期 其实就是 我生命的突破的日子 那我经历到我的神 真的是一位 他使万事互相效力的神 他是化咒诅为祝福的神 然后 他会用我人生不同的境遇 将他的龙美的属性 向我敞开 那我很感谢神就是 有一次我在跟一群我很爱的姐妹们 一起 在读 读雅各书的时候 他讲到一点就是 让耶稣十世架苦难的龙美 向你敞开 那时候我读到这里的时候 其实那时候不是很清楚 就是因为我们两个是 分开祷告 我不是很清楚 就是神 到底有没有呼召 洪倉吼 就是成为教会的长老 可是那一天 神居然用了 克星玛丽园 那个祷告 来感动我 就是慧荣 你愿意 拥抱我苦难的形象吗 你愿意认识我苦难的龙美吗 那时候我心里就说 主啊 这很难很难 就是要与他一同受苦 我觉得很难 可是 那时候姐妹们的鼓励 讲了讲了 我就知道 那天神跟我说话 但是我从来没有想过 神会用 这样的金融来肯定 来回答我心里面的问题 因为我知道 我信主的时候 我最怕的一个服侍 就是师母 我曾经说过 我绝对不要当师母 所以各位姐妹 千万不要说这句话 从来没有想到自己会 有这样的一个角色 那我很感谢神 那在那段日子里面 我很感谢神度过了一个治疗期 又可以回到教会来服侍神 我觉得这是神给我一个 浴火重生般的新生 回到大家当中来 那我期待我自己 能够自己 尾身于 非常的甘心 尾身于爱我的天父的呼召 那我愿意在这里跟洪昌呢 同心合意的 就是忘记背后努力 努力向着耶稣的标杆直奔 那我最后要用这段经文 来勉励我自己 就是 这不是说我已经得着了 已经完全了 我乃是竭力追求 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 所以得着我的 弟兄们 我就讲我啦 我不以自己已经得着了 我只有一件事情 就是忘记背后努力 努力面前的向着标杆直奔 要得着神在基督里 从上头招我来得的奖赏 所以我们中间凡是完全人 总要存这样子的心 若在什么世上 存别样的心 神必以此 只是你们 然而 我到 你们到什么地步了 就当 照着什么地步行 弟兄们 你们要效法我 也当留意那些 照我们榜样行的人 我愿意用这段话 来勉励我自己 但是我觉得 我第一件 要学的事情 就是更加顺服我的丈夫 谢谢 我们谢谢 我的家人 还有慧荣的家人 大哥 冠文 他们一起来到我们当中 那也非常地谢谢大家 谢谢 谢谢 那个 我们 我们这个教会 会 会 用生命去传承 不会用制度去传承的 因为是个小教会 你知道到大教会 只能用制度传承 没办法用生命传承 因为那是没办法的 但是我们是小教会的时候 我们就准备这样做 所以 应该问题不是太大 那也求主保守他们 那下面要把时间交给亨达 亨达 2009年信主 那跟我们一起出来 很不容易 出来以后 他们就要参与很多的事情 神也在他们家 给他们很多的经验跟学习 我相信是他们一生当中 风波最起伏最多的时候 但是他们也愿意做 很不容易 把时间交给亨达 是是 经过今天的那个 长老的勉励 我才知道原来不能感谢 所以我准备了这个 有点不太适用 我原先本来要讲是 我要感谢我的妈妈的教养等等 是是 好 是这样 首先还是要感谢教会的 弟兄姐妹的支持 然后 跟鼓励 让我在教会里面有机会 可以担任这个职务 那我也特别 用这个机会 来回答一些 弟兄姐妹对我的期许 他们原先 知道我有可能 担任这个位置的时候 有很多的担心 他们怕我的体力啊 是不是能够做这个事 然后工作会不会太多 然后最大的问题是 脾气这么不好可以做吗 其实我想了好久 真的是很大的考验 那 后来我想了一下 就是教会啊 设立指示的原因是 希望我们能够教会有人 更知道弟兄姐妹真实的需要 那我们可以去知道 教会可以再多为弟兄姐妹做些什么 那也趁这个机会呢 也更清楚的表达 教会每一个不同的阶段 需要弟兄姐妹 什么样的资助跟帮忙 因此 因为我们 如果有 常常看到我们 在这里的运作 其实 ANS教会啊 一直是一个繁务公用的教会 所以我们的教会 从礼拜一到礼拜七都是开着的 所以啊 当我 被 assign这个职务的时候 我其实真的祷告好久 到底要怎么样把这个事情做好 所以我在这里有一件事情 要跟大家分享 几年前我到丹毅里去读书 我这里刚好有丹毅里的学弟来 加龙也在这个会场 到那里呢 有一段的经文 我想要跟大家来分享 这就是为什么 当我被assign这个东西的时候啊 很多人第一个想说 你要不要考虑你的体力 你要不要考虑你的这个 那个那个这个这个那个 不要答应的太快 可是为什么 这段经文 这么样清楚的出来 他记载在以赛亚书 六章八节 我念给大家听 他说 我又听见主的声音说 我可以差遣谁呢 谁肯为我们去呢 我说 我在这里 请差遣我 所以等我 被问到这个时候 这个 这个我以前在丹毅里 常常 每天幾乎 都会要去读的东西 就一直出现 一直出现 一直出现 那我以前不曉得为什么 我以前在丹毅里的时候 读这段经文 特别鼓励我 但是我现在渐渐了解 也因为我们的罪 所以我们亏欠了神 那因为耶稣的保血 让我们得以完全 那耶稣又爱教会 教会又是神的身体 所以当教会呼召我的时候 这个想法就一直出来 以赛亚书 六章八节 所说的话就一再出来 那我心里就在想 我就在这里拆遣我 我也借这个机会 让非方知道 因为非方总觉得 我好像 好像是 有要做事 我就说我在这里 我在这里 我在这里 他常常说我 你有没有想过你自己 到底可不可以 你每次都说 我在这里 我在这里 請拆遣我 其实就是一直出在这段经文里面 那我相信 教会执事的设立 不会只有这一次 所以我在这里 也要用这段经文 来鼓励大家 当教会 随着福音 跨出去的时候 我们真的需要有很多的同工 我们需要有很多的执事 我们需要有很多的长老 当你们被问到这个问题的时候 请你记得以赛亚书 六章八节 大家跟我一起念好不好 我在这里 我在这里 请拆遣我 对 这就是我想要跟大家分享 最后还有两件事情 一定要跟大家分享 这个是在我们教会 非常非常清楚的一个意象 就是我这一辈子 只做对两件事 请问是哪两件事 第一件事情是我认识耶稣了 第二件事情是我娶了非方做太太了 以上是我的见证 谢谢 我们再给他一个掌声好不好